回望已經做了18年的義務工作 很多很難忘的經歷 還記得第一次我在廣西省邊緣山區 在冬天的時候去探訪一個家庭 那個家庭的家是用樹枝搭乘的 四邊都是通風 還有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 我見到那個小女兒就蹲在火爐旁邊取暖 她的女主人就病在床上沒有錢看醫生 小女兒因為交不起30元的書保費 所以她們就回不了學 所以這些情景我見到之後就真的很震驚 之後我們又探訪了很多學校 我見到很多老師和同學都在藝房上課 我拍了很多照片 就帶了回香港和我們的義工朋友 一起去了解一下這個情況 之後大家都決定將我們沒有捐到的錢 放在這些重建危校 還有幫助貧困學生上學的項目上面 回答便 谢谢大家